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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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康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之前家裡裡有一個30歲的女子 那我有把那個拍成一起 的確有發展了一些狀況 那現在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要辦家了 那這個地方呢 還在狀況 那我就想到 我真的入住進來的時候 會不會 那個女鬼 她也跟著我一起 住進來呢 這個新家 因為她是鋼蓋很大的 在缺乏人煙的狀況下 這邊 就有一些孤門野鬼 沒錯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我想在這邊挑戰 一些台灣本土 關於裝潢 跟搬家的禁忌 那我今天一關要挑戰 五個禁忌 大門進來的時候 物以有鏡子 或者是門窗 我這個大門一進來這邊 就是門窗 尤其老一輩的人說 進來就算是門窗的話 也必須要用一個東西遮擋 如果不遮的話 也不要把門窗打開 因為很容易會 散財 希望別人不吃便窮 第二個呢 就是新房 物以會在棋樓上放 但是就是這麼的剛好 我這間房子就在二樓 也就在棋樓的上放 因為這個禁忌是說 如果你在棋樓上放的話 會有入輪經過 很容易影響到 這邊的氣場 而導致整個家磁場不好 第三個禁忌呢就是 在新房的下方 不遺擺放的棋樓 或是在下面點箱 進行一些宗教的儀式 等一下呢 就是會下去棋樓 在下面點箱 希望會影響到我這邊的磁場 因為據說這樣子 會容易燒鬼 第四個呢就是 老舊的物動跟擺設 不遺一開始就拿進來放在新房 所以我今天呢 就把我的惡靈盒 擺設在我的新房 看會不會幫你什麼事情 那惡靈盒的由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上面這一集 那最後一論呢就是 新房的床 不遺跟牆壁有縫隙 或者是房門 就直接對著你 逃睡覺的地方 聽說會影響財運 職場也會不會太好 今天呢就是要一次 我先入住這個地方 挑戰這五個禁忌 睡覺看看 看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現在要先進去 做第一個禁忌的事情 Go 第一個禁忌 打開裡面 不遺有門窗 甚至是門窗把它打開 那我就把 這個門窗給打開 那這樣據說就是 市場不好 財運就會散出去 對 大家不要看現在這樣看起來很亮 我把我的燈關掉給你看 超黑 我覺得等一下睡覺 真的很恐怖 第二個是 新房不遺在棋樓之上 我帶你們去看一下棋樓 這裡呢 這是棋樓 那上面這一間 沒錯 就是我的房間啊 那我就 在這邊 在這邊當這個人吧 結果 會因為我時常很亂一點 然後剛好呢 第三個也是在棋樓下 新房下面不宜 有人點箱 或是放生命桌 生命桌太難了 我們就點箱吧 就把箱擦在這裡 把箱點起來 然後就在上面 OK 然後就在這個 我的房子上面 點燃三住宵 希望會影響我新房子上面 好 我們上去做第四個經濟吧 我回來了 然後下一個呢 不已擺 古老的 古董後擺設 那就是這個 二零盒啦 把它放在這裡吧 蠟燭旁邊這邊 看一下 會不會怎麼樣吧 最後一個就是 床頭不已對 門窗跟牆要縫隙 然後我就去擺設我的床 這就是我的枕頭啊 我的床 蠻瞎的 好 我的床跟床位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就去把蠟燭電燃 對然後我在其他地方 也都擺了 直接監視器 各位 那我們就 關燈 睡覺吧 好 基本上 是不會有什麼動靜 這個地方 不大 但是 它是全壁的 幾乎像空地這樣子 還是會帶給你 一種 壓迫的感覺 可能在這邊 躺個 三個小時吧 看會怎麼樣 好 OK 那我就睡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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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水流的声音 可那个水桶声音 其他地方很明显就是这里 只是在这个眼睛的双方下 听得非常的清楚 水流的声音 水流的声音 去挂一下 看一下外面 水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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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大廚騎票的好像 還好沒什麼事 但是有什麼 應該是沒什麼狀況 我就再睡一下吧 看透過什麼 這幾十三條龍 ローク 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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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蠟燭熄掉 也蠻正常的 因为对流嘛 那门都开开的 反正就非常的有可能 这次挑战这个都市传说 它其实就是风水禁忌嘛 说到风水大家都会认为可能是一种迷信 我个人认为或许也是有一点科学更低的 众所皆知最常听到的歌剧禁忌就是 穿堂煞 堂煞的意思就是 门打开的时候如果面对门或是面对窗 就会造成磁场不好 运势就会流逝出去 那这个是风水上的说法 我认为如果像以科学来讲的话 如果打开面对的是窗或是门 就会更容易产生对流 那个风自然也就会比较大 包括你自己本身的体温的一些气 整个室内的温度等等 都会被带出去感染救了 也会造成你的身体多少都会有一些影响 刚好已经拍这个读传说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经验 希望以后大家在找自己的家的时候不要走歪路 因为我这次买的是预售屋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 它开给我一个价格 我说好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就跟我说不能 好吧那就不能便宜一点 那我们就OK 到后来房子陆续盖好 词价登录出来 才发现我比附近的人 租租书买贵15%左右 人家可能都达85折 教授人员的话 可能真的 心里要以把他吃 做好功课 然后也不要因为这种事情卡着 或有信心不好 因为其实这根本就没什么 这种事情 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次的经验 就像我这样 下一次 我就会知道了 OK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 如果喜欢我这边的话 就帮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